欢迎收听科幻未来有声小说 吞噬星空 作者 我吃西红柿 由喜马拉雅F5独家出品 第986章 罗峰摇摇看着 却是冷笑 而不远处的星辰塔内的 游海分身 则是身后有着 诗根银色语异展开 神力瞬间施展断灭三卷 极限燃烧起来 且透过诗语异 催发起那一招 嗡的一下 茫茫虚空 树光年范围 竟监弥漫起隐约白雾 这片虚空已然和外界隔离 且无尽强大树腹笼罩这片虚空 此刻树腹微能 远远超过雪花世界 连那分解称99分的摩罗萨分身 跑跑起来都慢下来 虽然慢下来 可他还是在飞 竟然还飞得动 磨砂罗锋一身 乌起身夹开 摇摇看着摇头 他也懒得使用 类似宇宙锁链手段 因为他有更强的 星辰塔 罗锋心念一动 轰的一下 远处星辰塔 顿时轰然爆发出 无比狂暴能量 瞬间且笼罩 输光年范围 整个意念虚空的范围 进界笼罩在内 哗哗哗 只见星辰塔底 坐九个入口 就仿佛九个无底漩涡 疯狂吞袭一切 产生一股 七鬼的吞袭力道 九种不同力道混合起来 一时间 输光年范围 就完全陷入着 七鬼漩涡世界 无尽强烈的漩涡世界 比这一念虚空为能 还要强些 原本艰难加速 朝外飞行的 九十九道分身 陷入无尽星辰塔 漩涡世界中 竟然开始很快减速 反而情不自禁倒飞了 罗锋看着那 九十九道分身倒飞回来 不由笑了 自己现在能自创出 八阶密法 自然能够驱使 星辰塔第七重 这星辰塔第六重密文 乃是八阶顶尖密法层次 这第七重密文 便是九阶密法层次 一旦施展开 将形成极为可怕漩涡世界 比失物与异的 一念虚空还要强一些 当然了 并非是失物与异 不如星辰塔 而是因为 失物与异的核心中 失物源 蕴含着前任主人能量 罗锋舍不得动用 所以自然无法发挥 失物与异最强为能 透过原来驱使 失物与异 才能发挥最强为能 到那时 一念虚空就应该 会比漩涡世界 还要强一些 至于现在 星辰塔第七层漩涡世界 却是绝对掌控 领域类的 最强绝招 轰隆隆 九种不同力道 彼此搅动 空间早已粉碎 形成可怕漩涡世界 怎么会这样 怎么可能 变得这么强大 上次我和他战斗 他根本没这么强啊 虽说这银和领主 罗锋有几个分身 可分身和分身 彼此实力应该相当 才退啊 戒兽摩拉撒 九十九分身 根本无法抵抗 情不自禁 便朝星辰塔飞去 在这昏天暗地 漩涡世界中 星辰塔便是 唯一的中心 那底座上 九个塔门 搅动了一切 和 戒兽放弃了 顿时九十九个分身 其他进阶化为虚无 而其中一分身 则迅速凝结变大 变成戒兽 站在漩涡世界中 戒兽摩拉撒 结力抵抗着 他勉强能保持平稳 不被吞袭过去 之前分体状态 每个分身 抵抗力都弱 自然被吞袭地倒飞过去 现在九十九分身 何一亿 倒是能勉强站稳了 怎么办 怎么办呢 戒兽摩拉撒慌了 不靠分解之术 他怎么能逃啊 就这么直接飞嘛 罗锋完全可以追着他 令他永远逃不掉 更何况在一念虚空 漩涡世界 彼此结合下 他也仅仅是勉强站稳 要飞行 驻渡速度也慢得离谱 而罗锋乃是 制造一切的主人 却是瞬间能追上他 轰的一下 站在远处的 一身乌黑甲铠罗锋 迈步而来 看似随意迈步 却快得让接受嫉妒 在一念虚空 漩涡世界双重笼罩下 罗锋速度 是他的千倍万倍 银河灵主 接受摩罗萨咬牙切齿 盯着罗锋 不愧是宇州海第一强者 我之前小瞧你了 来啊 再试试看 罗锋走过来 当然的 你不是会施展 雪光凝聚眼眸吗 那招挺厉害 怎么不施展啊 戒兽气得要发疯了 那招根本就是拼命战斗绝招 即便能暂时压制罗锋 又有什么用啊 他根本无法逃走啊 银河灵主 你知道的 逼及了我 我会引领大群戒兽过来 戒兽摩罗萨盯着罗锋 不要逼我 放我走 而求会发誓 以后绝对不会针对你们人类族群 只要你放了我 我就对宇州海规则发誓 我的要求只有一个 放了我 甚至你将来还可以继续对付我 但现在你放了我 放了你 难得抓住你 放了你 罗锋表面吃笑 心中确实有着诸多念头 戒兽巢却有大量戒兽 眼前的仅仅是一头 杀这一头是重要 可对宇州海戈作而言 只要有一头戒兽活着 就是灾难 你说你引领大群戒兽 你现在被我困在这里 怎么引领啊 罗锋吃笑 你根本不懂我们戒兽 戒兽摩罗萨道 我们戒兽注定了 最终只能有一头活下来 那才是最终的王者 若是一头戒兽故意逃窜 逃得远远的 迷失在宇州海中 其他戒兽杀不了他 这样一来 活下来戒兽 将至少是两头 乃至更多 不就等于永远无法诞生王者了吧 罗锋点头 所以戒兽彼此是能感应的 而且能彼此思维交流 戒兽摩罗萨道 不管距离多远都是如此 事实就是这样 并且当成长到一定时间之后 所有戒兽都必须喝到巢穴 必须彼此残杀吞耻 诞生最后王者 戒兽摩罗萨连道 所以你不能杀我 你要杀我 我便将这边的讯息传到戒兽巢穴中 到时候会有大批戒兽过来 哦 罗锋应了一声 你答应了 戒兽摩罗萨 忐忑期待 这个罗锋太可怕了 若是不杀他 那就太美妙了 反正即便是对宇宙海规则发出誓言 也只是代表他不杀而已 将来其他戒兽 照样能杀罗锋 毕竟他明白 随着时间流逝 戒兽越加稀少 却也会越加强大的 这个银河领主罗锋现在是强 可将来肯定挡不住戒兽 答应 罗锋摇头 因为你威胁 所以我不能杀你 将来其他戒兽威胁 难道我也不能杀他们吗 哼哼 我能杀你 便能杀其他戒兽 来一头我杀一头 来一队我杀一双 来多少杀多少 罗锋淡然道 一旦陷入我掌控的区域 这区域的束缚 是复散整个区域的 不管是进来一个 还是十个戒兽 都一样逃不掉 谢谢你 让我知道 戒兽还能心灵传递讯息呢 罗锋话语一落 刷的一下 整个人气息猛然暴涨 神力燃烧到极致 在这漩涡世界中 留下一道迷蒙虚影 随即便杀到戒兽摩罗洒面前 接受摩罗洒露出惊怒之色 吼道 你会后悔的 后悔 罗锋吃笑 一身乌黑假凯的罗锋 已然驱使着强大机械流宝物 乌气神 同时拔出背后血影刀 血影刀作为原胚 攻击透过它施展出 令威能完全能更高一戒 加上乌气神本身就远超 其他机械流宝物 二者结合 令罗锋站立立刻飙升 金光之海 一身乌黑犹如猿后的罗锋 已然近身扑上 接受在一念虚空 玄武世界环境下 速度极慢 根本无法躲避 哗哗哗 随着罗锋刀光亮起 周围忽然显现出金丝浪花 一阵阵金丝浪花 澎湃着冲击着那一头 借兽摩罗洒 令竭力抵抗的借兽摩罗洒 顿时哀好起来 你 你怎么比上次强大这么多 那些金丝浪花 哪里是浪花呀 根本就是无数刀光形成的浪花 罗锋的刀 明明蕴含金丝法则 可刀法却无比柔和 仿佛青人的抚摸 这所谓的金色浪花也很柔和 轻轻地一阵阵拍击着借兽 可是 他却好似无穷无尽 连绵不绝 此招便是罗锋所创最强密法之一 金光之海 吃吃吃 无声无息浪花侵蚀 令借兽力量不断损耗 借兽摩罗洒痛苦哀嚎 岂难以置信 这罗锋实力比上次强太多了 强 你说我强 那死在强者手中 也是你的荣幸了 罗锋丝毫不手下留情 刀光连绵不绝 宛如青人抚摸 却不断损耗接受力量 在很难对付接受时 可以彼此对耗力量 可当占据绝对优势时 优势一方攻击 只需要损耗少许能量 极可灵接受损耗极多 借兽摩罗洒仰头怒吼 原本金死身躯迅速变化 变成了通体乌黑丑陋模样 两个头颅死定了罗锋 你 你会后悔的 接受摩罗洒思吼着 全身迅速浮现耀眼黑光 紧接着黑光迅速转化为 刺眼红光 那雪红之光让人心悸 这层血光笼罩在 接受摩罗洒全身 接受摩罗洒嘶吼着 身体上更是长出一条条手臂 足足上百条手臂 疯狂抵抗着罗锋每一刀 此刻提表覆盖一层血光 令接受摩罗洒攻击力明显大增 竟然一时间和罗锋相差无几 罗锋的每一刀 劈在他身上 却仿佛劈在橡胶上 令他凹陷 却从未劈破过 果真拼命呢 那就再尝尝我另外一招吧 手指金角 罗锋吼道 顿时原本遍布各处的 无尽金色浪花凭空消失 周围又恢复成那种 昏暗漩涡世界 在昏暗漩涡世界中 隐隐出现一模糊金角 这是一仿佛能刺穿宇宙的巨大金角 金角携带着无尽微能 直接刺向接受摩罗洒 八戒秘法 对宇宙之主而言 要创造就是以奇迹 可罗锋却创造了不止一套 金光之海这招未能较弱 但是胜在连绵不绝 在同一时间 金光之海都施展百次了 恐怕兽之金角才施展一次 兽之金角这招属于单体攻击 每施展一次都需要稍微叙事 当然未能也极大 可一般情况 敌人完全可以趁叙事时逃跑 幸好罗锋现在有一念虚空 漩涡世界 令对方逃不掉 哗的一下 巨大金角刺穿一切 那坚韧无匹 从未破损过接受皮肤 在神力三重极限燃烧 乌起神全力爆发 血影刀辅助 以及施展着罗锋单招攻击 未能最强的一招下 顿时仿佛不波撕裂 扑的一声 直接穿透接受身体 接受的黑色血液 也随着刀光 飘洒漩涡世界中 轰隆 九冲漩涡力道彼此结合 疯狂吞袭着一切 刀光带出的黑色血液 顿时在漩涡力道下 滑锤道道呼吸 迅速地便被吸纳进 星辰塔底座其中一塔门中 毕竟即便是 接受摩拉萨本尊 也就勉强站稳 他的血液岂能逃脱 接受血液 罗锋心中暗喜 我研究生命结构图 便需要强大生灵血液 皮毛等 从进之世界得到不少血液皮毛 对我帮助不小 不过现在却一直卡在 八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倍 这最后一步 却犹如天欠难以逾越 希望这戒兽血液能有用 罗锋期待着 随即便将这些念头 暂时抛脑后 研究血液 无生命结构图 那是之后的事 现在最重要的是 杀死戒兽 戒兽摩拉萨 破损的胸膛上有着一个窟窿 黑色血液滚落 可他很快他的伤口 就迅速弥合 反好如初 可是戒兽摩拉萨 却疯狂盯着远处罗锋 咆哮道 自从我跨入第三界 除了贝迪 除了贝迪 再也没有谁能令我流血 没有一个 卑贱的宇宙海生命 你真的惹怒了我 除了贝迪 你就是我最想杀死的 我一定会让你死 让你死 罗锋听的却是心中 立刻浮现诸多念头 跨入第三界 戒兽没分界 贝迪 宇宙海没有叫贝迪的真神呢 难道也是一头戒兽 罗锋意识运转何等迅速 瞬间略过千万念头 将事情推理得大岔不离了 陪见的宇宙海生命 难道你就不是宇宙海生命 罗锋冷笑着再度冲上 你要让我死 那我现在就让你死 哗哗哗 罗锋整个人都仿佛消失了 周围又显现出金色浪涛 完全包围戒兽摩罗萨 令戒兽摩罗萨 躲都没法躲 无尽刀光浪涛 一次次澎湃冲击人 疯狂在消耗戒兽力量 令戒兽力量不断衰弱 不 银河灵主 你停下 戒兽摩罗萨忽然嚎叫道 凭什么让我停下 围绕戒兽摩罗萨周围的金色浪涛海洋中 传出声音 戒兽摩罗萨嘶吼道 你别逼我 我最后一次劝你 别逼我 你再逼我 我们之间可就真的没有一点环和余地了 我们就真的不死不休了 现在已经不死不休了 金色浪涛中传出声音 那乌尽刀光浪淘 依旧在虚弱尔借受摩罗萨力量 借受摩罗萨力量 从战斗到现在 已经损失了近一半 好 人类 借受摩罗萨两头颅独眼中 都有着绝望之色 嘶牙吼道 是你逼我的 是你让我永远成不了王 是你 一切都是你 伴随着嘶牙吼声 连一只在攻击的罗锋 都隐约差距不对劲 燃烧吧 借受摩罗萨痛苦爱好 发出凄厉吼声 何等悲惨 比壮尸断腕更加疯狂 借受摩罗萨两头颅独眼 都流出黑色眼泪 他面容猙獰 疯狂 伤心 悲哀 轰的一下 借受摩罗萨体内 突然传出一声巨响 一股无形力量忽然澎湃而出 直接将罗锋给震道飞开去 同时借受摩罗萨体内 开始冲出点点耀眼 璀璨彩光 这彩光是纳板夺目 仿佛蕴含着罗锋一生 看过的一切美丽色彩 比彩虹都震撼人心千万倍 耀眼彩光 从借受摩罗萨体内冲出 什么 罗锋脸色大变 彩光本身未能就罢了 可是罗锋却清晰感觉到 自己一念虚空这一招对周围虚空的掌控 却在减弱 准确地说 另外一股意志在争夺着这一股虚空掌控权 一念虚空乃是真正的掌控 并非是本源一致退彼 绝对掌控 在自己绝对掌控下 顺移传送等等一切手段都不可能做到 想要和自己争夺空间掌控权 当然除非对方也会一念虚空手段 那时就看双方谁手段更高了 又或是达到永恒真神实力 一念宇宙城 自然更加容易夺下掌控权 可此刻 接受体内冲出的采光 竟然在争夺空间掌控权 哗哗哗 绚烂采光 夺人心魄 乃宇宙中最美丽色彩 听众朋友 本集播放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